好,大家好,今天人生三分鐘 天氣這麼好,跟大家說一下音樂 為什麼說音樂?因為 不說你不知道,小弟年輕的時間 很喜歡音樂而已,很喜歡音樂而已 音樂普普東喜歡我 都很喜歡音樂的,冷曲 主要是冷曲 八、九十年代,香港最惡壇最鼎盛的時間 我就賣很多黑膠碟、CD 現在就沒有了 同時,當年我自己也會不斷 偷偷地學人唱歌、跳舞 當年讀大學時都算前衛 有組合跳舞唱歌 大家聽來這個叔叔的過往是挺好笑的 挺有趣的 每個人都有年輕時間過往的 年少輕狂有,年少得智,年少得意 甚麼都有 所以那個年代我們已經跳螢幕熱唱了 想像不到你 所以今天和大家說一說 香港新生代的 主要是樂樂壇 因為藝術樂壇那些,我就不太懂 雖然有時候都學人聽一下 但是不懂不懂不懂 希望大家和大家分享一下 和背朋友聽到這些功名 或者年輕朋友聽到的話 希望都聽叔叔說甚麼 Hello,我是沈聖軒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是MC 的演唱會 應該是 今天或明天 不確定 總之現在正在準備 工作人員正在進去 將來有空經過拍照 去上次MIRROR 拍了照 不過後來沒有拍照 沒有放出來 有放出來BANNER 通常自拍就好些 MIRROR 拍照 MIRROR 拍照 我都蠻喜歡他 雖然還蠻差大字 但是我覺得現時來說 香港的演藝界 音樂界人才輩出 尤其是幕前 這個很明顯是和我們新生代 普遍地大家音樂的栽培多了 以前我們讀書 在班上有誰會彈琴呢 就很獨特的 很厲害 如果是男生就更厲害 MC 我不知道怎麼會彈琴 MIRROR 拍照 MIRROR 但是呢 20號 今天 今天第一場 三場 三場 希望他成功 其實很厲害 他出道了 不知道有沒有五年 就紅管了 以前的歌手 沒有那麼輕易 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 不是輕易 每個人付出不同 可能他都很努力 很艱辛 那也不一定 所以呢 那時候 會彈鋼琴 尤其是男生 我們稱為為星人 那樣 現在反過來 在一部班上 我只是 某些學校 或者中階的學校 或者高級的學校 其實據文 據說 大部份的 學生 都有一技之長 音樂 甚至兩技 兩種樂器 那 這是真的 我認識的小朋友 都是這樣 不是小朋友 是年輕人 所以呢 你會發覺普遍地 他們的音樂修養 以及操藝內涵 基礎已經 會比我們好 所以有 沒有 音樂圈的人 坐過音樂圈 不一定是 流行樂壇 可能是 其他藝術 音樂的表演 或者 樂器 音樂的表演 都會佔佔人才背出 這個都明顯是 因為比例上 已經是 那 開心的 那我自己都曾經 不是預測 變得預測的 沒有水晶球 我覺得 認為 將來十年 香港的文化演藝 發展會 更進一步 至少比現時更進一步 或者比之前幾年更進一步 之前有幾年 是有少少 瓶頸位 或者一遲死碎 是和大機構 我大膽說 無線電視和場面公司的爭拗 是阻滯了 那 這是其中的原因 那 TVB錯過了一個 他再推動樂壇 或者反過來 樂壇幫他推動他的業務 的機會 就放棄了 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 TVB就很動得去運用這個優勢 那 現在雙手奉送了給 其他電視台 那 或者優勢已經平衡了 那 這個大家有沒有共度 那 所以呢 嗯 希望 不是希望 祝願 祝願 香港的樂壇 音樂事業 不一定是冷曲 蒸蒸日上 我幾相信是的 在華人圈子 不要說只是中國 中港台 甚至華人圈子 越來越受重視 運財背出 成績非然 好 大家努力 也可以 Nacional 都 也 霸 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